《你累不累》 《你會不會》 《獨自一個人在憔悴》 《如果你累》 《就不要假裝在夜夜》 《掛上一張會哭的笑臉》 《你累不累》 我行過幾艘船 有些是郵輪 船裡面的Lounge 和外國人不同的Band 我們就拿到很多提示 有一個很厲害的藝人 就撐著我出來 有一天他十二點 他就叫我去唱劇 他就跟我說 老闆就希望見一下你 因為有些朋友 他想知道你是否有觀眾緣 我不喜歡是可以應酬 我就說 如果你想我去陪老闆 我情願不出唱片 有一位朋友 他就在電梯裡面見到我 他說教會那個Pastor唱歌 很好聽 我說是呀 我就去吧 去到真的很好聽 後面的樂隊都不錯 Pastor唱歌 怎麼跟我平時唱歌不同 我的感覺 我平時唱歌 雖然唱完之後我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我裡面有一個洞 去找很多不同的男朋友 每個人都分手 一直要買東西 一直要把自己扮到最漂亮 我就算戴名牌 就算穿漂亮 化妝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一點都不漂亮 繼續去幾個星期 一次就走出去祈禱 就這樣就順了 當我真正在這個信仰的時候 我了解 就算我拿回所有的名牌 我都找不到的一份愛 我不需要到處去找男朋友 上帝的愛可以填補我裡面 身內設計是我的理想 音樂是我的夢想 由一張圖開始畫 很多人知道我回來這個行業 可能他們滿意 他們就計算另一個朋友 我只知道我要做好你給我的事 我每一場功 我看到客人 就開開心心地搬進去 我就很有滿足感 我就慢慢開始 可以跟他們說耶穌 有一個聲音就跟我說 做唱片 然後我說 哇神啊你玩東西嗎 之前我都已經停了 我安安分分做生內設計 為什麼現在又叫我做唱片 唱片需要很多人力資源 但是我知道 當他要我去做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需要害怕這些 因為他是最大的資源 開始製造了我的專輯 叫尼勒布里 這個完全是講我的生命 我認識了上帝 很累裡面 我覺得不累 所以我把我這個故事 我寫下去 真真實實是一個Chloe 不是唱片公司設計的一個模型 你累不累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獨自一個人在憔悴 如果你累 就不要假裝在黑夜 掛上一張會哭的笑臉 以前唱歌呢 就為了自己 製作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只要翻翻好像小孩子一樣 又開開心心 我的故事 我的生命全是他製造的 他是我最大的製造人 他會兩性的 經常有些 FMCM 就算是你 所以我會想 哦 我會不會 他會不會 你會不會